女人在古墓里发现一件怪事 自己花79元网购的高级手电筒 居然无法照亮近在眼前的台阶 胡八一表示这可能是古代一种西光的涂料 反正也回不去了 只能继续往下走 不料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还没走到尽头 胡八一开始感觉到不对劲 怀疑自己遇到鬼打墙了 而当他看到地上的月牙标记 又进一步验证了想法 因为半小时前他就见过这个标记 很显然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园林 其他人一下子就慌了 可胖子还是不太相信 谁知道地上这个和先前的标记 是不是同一个 万一有很多一模一样的 胡八一表示自己数过了 从第一次看到月牙标记到现在 一共走了384级台阶 雪莉阳心算了一下 如果真的有循环 根据现在共有12个人 只要每人走35个台阶 很快就能绕回来 于是众人牵好绳子 由胖子原地站岗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往前做起了实验 看着同伴陆续消失在黑暗里 胖子心里慌得一批 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因为没过多久 一双大手重重地拍上他的肩膀 老胡 你们这是 别废话了 这大伙都回来了 诡异的现象让所有人都懵了 雪莉阳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一直都在往下走 为什么会形成闭合的圆环 可这句话却瞬间提醒了老胡 终于想起在16字阴阳风水秘术里 见过类似的机关 这怎么是玄魂梯 所谓玄魂梯就是彭罗斯阶梯 是一种始终向上或向下 但却走不到头的阶梯 然而书里却没提到破解的方法 你们这都等于没说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有点子智慧的马大胆突然想出了办法 既然前后都不能走 那两边是空的 还给人跳下去 看看不就完了 很快给其中一个小弟绑好了绳子 众人小心翼翼往下送 然而眼看一百多米的绳子快到底 下面的人还没看到出口 一瞬间绝望笼罩上心头 死亡的恐惧让所有人都慌了神 众人大打出手 把本就命悬一线的老师 直接送上了西田 眼看逃生无望 马大胆把枪口对准 五八一四人 表示要死也得你们先死 然而在紧张的氛围下 老胡的思路却突然清晰 我知道该怎么出去了 想活命就跟我来 原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跳或不跳 而是从哪里跳 爱觉出台极生命 两一生四象 四象是八卦 八卦相互作用 每卦六一 一个字慢慢行 如果以台阶上的月牙为起点 刚好对应384级台阶 而仔细观察台阶还有微弱的明暗变化 对应八卦中的阴阳 因此解困的关键就是找到代表当前处境的困惑 说着便在一个台阶上停下脚步 困惑九五 就是这儿 然而马大胆一伙刚死了小弟 谁都不敢往下跳 于是胡八一自告奋勇 眼睛一臂率先跳了下去 胡八一 老胡 胖子以为老胡光荣了 正想跟着英勇就义 谁知下一秒 下来吧 众人这才长舒一口气 争先恐吼往下跳 而下层的台阶果然与上层不同 原先手电筒只能照亮脚下的台阶 现在却能看到很远 果然走到台阶尽头 发现一座中央带着全眼的宫殿